外號一起拒檢案例也是發生在新北 新北有一名遭到通緝的四十一歲的杜姓男子 昨天下午四點多 他開著休旅車圍停在板橋文化路二段的紅線上 巡邏警方上前盤查 沒想到這杜姓男子擔心他通緝的身份曝光 突然加速逃逸 還倒車衝撞到民眾的車輛 警方是朝著休旅車連開了六槍還擊 而嫌犯逆向加速離去 不久後警方在這萬板橋下停車場 巡迫轎車並在五個小時內 把杜姓男子逮捕到岸 紅燈停車一輛白色休旅車卻突然向後開 而且速度非常快 兩名員警衝了上來連開六槍 還差點被公車撞上 原來車上駕駛是名四十一歲的杜姓通緝犯 三號下午杜姓在新北市板橋文化路二段 被巡邏警方上前盤查 結果擔心自己通緝身份曝光 加速逃逸 戴上手銬被警方帶回 證明嫌犯犯下切刀案 被警方發現時才想逃離 甚至倒車衝撞無辜民眾 前後依紅愛公務公共危險 毀損及切刀通緝 移送地檢署偵辦 嫌犯公稱因為案行被判七個月 不想入奸才會逃逸 只是難逃罰網 還是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許多新聞連結尾 我請黃沪雙號 星飛報導 我請黃沪雙號 星飛報導